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一的早晨 投递玩明信片 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 手握着前一天买好的单程票 跳上了公车 再转另一班公车前往巴黎北站 前一天有来看过乘车位置 所以很顺利到达 有三个安检门 其中一个要检查行李 快速通过安检门后 搭上大力士号 云朵压得好低 不时透出光线 好特别好立体 可惜影片拍不出来 窗外景色慢慢从平原变成丘陵 拍了好一会 将相机收紧薄薄厚 突然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出现在眼前 火车正穿梭在花田中 两旁绵延起伏的坡地上 开满了黄沉沉的油菜花 在阳光热情的照耀下 每到一个不行 只能说不预期的总是带来更大的惊喜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色 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可惜忘记录影了 一个半小时后到达布鲁塞尔 一个半小时后到达布鲁塞尔 即放完行李 我们步行前往旧城区 很喜欢在欧洲跨国旅行的感觉 短短的时间就能到另一个国家 感受不同的风情 妙妙小童 是游客必造访的景点之一 这里的街头有好多不同风格的卡通壁画 可以到游客中心拿卡通壁画地图 来一场卡通壁画之旅 越往旧城区走 越觉得这里的古老建筑变多了 古老建筑变多了 布鲁塞尔大广场 这里被法国大文豪 余果赞美为欧洲最美丽的广场 是周游多栋不同设计风格的 中世纪建筑所包围 有哥德斯、巴洛克斯、路易十四等等 有的还闪烁着金光 将大广场装点的更精致绝伦 难怪这里会在1998年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静静坐在大广场一角 看着人来人往 不时抬头看看眼前金碧辉煌的华丽建筑 仿佛自身在欧洲中世纪 又遇到刚刚遇过的老夫妇和彩彩 她们特地把彩彩牵来给我们摸摸 她跟芒果妹妹一样年纪又亲人 好可爱哦 你们现在过得好吗 虽然我们只是彼此人生中五分钟的过客 但能在布鲁塞尔大广场相遇 也是一种缘分 希望我们都能战胜疫情 重返布鲁塞尔大广场 广场非常富有生活气息 附近还有酒吧 咖啡厅巧克力店点缀周围 离开布鲁塞尔大广场 离开布鲁塞尔大广场 我们走到附近的巷弄逛逛 这里有好多纪念品店 还有许多教堂和富有悠久历史的建筑 来到比利时别忘了吃份松饼 我们点了一份草莓松饼和热巧克力 好好吃哦 来到这里也可以尝尝比利时巧克力 填饱肚子后 我们漫步在旧城区 狭小的街道充满着历史氛围 感觉穿越时空来到不一样的国度 眼前都是数百年的历史痕迹 短暂停留数小时 我们从旧城区步行回布鲁塞尔南站 途中看到有剧组在拍片 只能绕道而行 希望之后可以重游布鲁塞尔 随后我们领了行李搭乘火车到达布鲁日 入住位于火车站旁的伊比斯 放完行李后 忍不住先去超市逛逛 踏着悠闲的步伐 往四级广场前进 布鲁日是一座很幸运的城市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 都能躲过战争的残酷摧残 至今还完整保存着当时的中世纪风貌 走在布鲁日历史悠久的街道中 眼前看到的每一处都是相当古老的建筑 真的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也太会保存了吧 布鲁日的建筑主要是哥德斯建筑 以及一种独特被称为 布鲁日跨渡的建筑风格 与德国北部的砖造哥德士相似 圣母教堂 建于13至15世纪 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圣母教堂有红砖构成 是欧洲大陆最高的砖式教堂 这里还有很多一条条交错的运河 交织在城市之中 不愧有北方威尼斯的称号 喜欢这里的氛围感觉很悠闲自在 而且街道都相当干净 市集广场位于布鲁日旧城区的中心 四周有历史悠久的钟楼和省医会 还有很多古老又可爱的山形屋 站在广场环顾一圈 真的觉得我们仿佛自身在童话故事里一般 这不是在安徒生故事书才会出现的画面吗 真难以想象 走着走着不知还会听到远处传来正正的马蹄声 可惜坐一套马车太贵了 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双脚就好 吃晚餐啰 今晚我想来点比利时著名的传统美食淡菜锅 还点了一顿炸鱼套餐 吃饱后漫步回饭店 月晚感觉到变冷了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